魚朗蔥跟我最相似的地方 就是應該是智商 魚朗蔥是一個天才 一學就懂 跟我本人都相似 我本身這個問題 可能交給我的對手擔心 但是現在我竟然要擔心 我覺得 你能擔心 我是否真的好像你 其實我覺得他有少少女版的 我的感覺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ffery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ela Jeffery很明顯 是勝任了魚朗蔥的角色 他平時說話的方法 就是我晚上 在劇集中看到他 說話的方法 不是 因為現在播放了 所以我的態度都要變回魚朗蔥的感覺 是啊 即是他那種 令大家更加入皮 我Casting的時候是試魚朗蔥和李馬榮的角色 我覺得兩個角色都十分吸引 我覺得李馬榮的角色都很吸引 就是做一個很帥的 做一個很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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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很帥的感覺 都很配合我這種感覺 我也是有一種 做一個很帥的感覺 可能導演覺得我做魚朗蔥 會比我做李馬榮好看 所以後來導演選了我做魚朗蔥 我也很開心 有一場就是我很喜歡病 那就是很有型 整個周杰良的感覺 那場真的是屈肌 有史以來我看完之後 哇 這個是哪個來的 這麼帥的 就是那個情節完全是 合乎到我那種帥 拍完整個戲 我自己喜歡李馬榮的角色多一點 因為我喜歡他那種 就是喜歡游泳到看不到其他東西的地步 因為去到我自己覺得到你長大 你就不會為自己的興趣 那麼賞心 和那麼不顧一切 這件事只會是青春發生 我覺得自己比較 已經是最似的了 除了Marco可以贏我之後 我想我不會輸 我自我感覺良好的 我覺得挺舒服 你啊 你啊 很喜歡你這些 什麼 自我感覺良好的步行 我 要有自信 敷多些面膜 讓皮膚看起來好一點 我要下水那場 就是和他唯一的一場 在水裡面 稀稀的一場 我們那一場就在晚上 是冬天的晚上 室外的洞水池 然後是真的很冷 是冷到那天回家是全身無力 還有是有些發燒的感覺 是真的嗎 是氣管會收縮 有一種烤喘的體驗 然後在水裡面起床的狀態 是這一種 不是 平時說人家都會抽筋 是開玩笑的 但是真是真的會抽筋 是那種抽筋 是那種抽筋 是樣子都抽筋 即是那些 那些 那些 是真的 那種粟 但我們黑服做 是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信念厲害 我們信念夠 我們的信念一前來我們就做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時間不太多 所以如果我們不行 就會很影響過程 它是閉氣特別長 然後學動作很快 因為我們要潛到很深 去做一些動作 耳朵是 不可以了 我閉氣時間沒有那麼久 還有我 我的耳朵搞不定 但其實是沒有方法去減低耳朵的痛 但它就是忍耐力很高 我想一下 我也很厲害 即是我的動作 真的每次他一教我就 我就做到 但因為你在前面 沒有人理我 沒有人都發現 其實我也做得不錯 原來 原來你想帶Jun這個甚麼 其實我覺得它有少少女版 我的感覺 本身我Casting二月中 我Casting完的時候 我就想想一下 就覺得 如果我真的有幸中了這部劇 如果他很遲通知我 其實我是操不及的 嘩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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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那時候我日舉夜舉 日舉夜舉 誰知道大概是六月 忘記了是六月 六月左右 就通知我 中了月朗聰這個角色 我很開心 但那時候我大概操了三四個月 一點營都出不來 原來 就是我沒有吃得很清 可能我舉得很重 一舉很久 一日做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 然後 之後我就吃了很多 我覺得很餓 後來覺得不行了 怎麼辦 真的中了 你可以拍八月 只剩下兩個月的時間 你就要開始來 那時候就吃得很清 清到是 拍雞胸 西藍花 野菜花 那些全部 然後就開始 真的出來 男性演員 一向都沒有 竟然是別人稱呼的 如果有一個肥仔角色可以玩 哇 多可愛 如果真的有一套電影或劇 需要肥仔再變大隻 就可以找我 對嗎 我就可以做 只有一套肥仔呢 只有一套肥仔也很棒 我也想的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吃東西 如果真的有一個機會 可以讓我狂吃 其實我想我一個月 我已經可以肥一下 其實我真的很感恩 我覺得我是 我入行兩年 其實那個機會是多的 我覺得我有很多方面 我也有試過 例如《綜藝》 《真人秀》 《真人秀》 《電視劇》 都有試過 所以我覺得 我給很多人 我已經很幸運 但是每一個機會 我都會很盡力去把握 去做 當作是最後一次去做 我是很不想影響 別人的進度 就是 無論是拍攝的進度 還是演員的入戲 我都不想 會拖累到對方的感覺 所以我一定要把自己 做到最好 才會不拖累的感覺 其實沒有後悔 就是你不理會 結果是怎樣 起碼你自己 對得住自己的天地良心 我本身這個問題 可能交給我的對手擔心 但是現在我竟然要擔心 我覺得 你擔心 我是否真的好像你 對 其實有一個位置 令我真的有點感動 是 我覺得第一天拍攝的時候 我是從第二個劇組過來 所以我沒有睡覺 30個小時沒有睡覺 他一直在看下一場的對白 以及跟經理人討論 那一場怎樣拍攝 當時我是處於一個 很睏 救命求求你 你可否小聲一點 還是怎樣 是 但是 我以為你吵 同時間 同時間 我又感受到他那種 認真 就是在這個訪問中 才發現原來 你是二、三月的時候 在拍攝的時候 但是你已經開始做 健身 去保持自己的身形 其實他六月才確認你 我覺得你對得住這個角色 真心 Idan給我的感覺 就比較內向一點 就是慢熱的 但是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是打排球 然後我們就 有很多排球經在說 因為他以前打過 男生的隊 然後其實我現在 是入了女子隊打球 我覺得Idan是一個 開心果 還有他給我最大的感覺 還有我欣賞他的地方 是他的誠誠 因為我跟他拍了幾個戲 其實拍了I Swim 拍了俠加勒 其實有一個文藝片 叫做《過時過節》 也有Mo姐 在裡面其實他的角色 是很難做的 因為有很多心事 他在現場 Mo姐經常都會來 他在這裡的時候 就會來看看他 給他意見 他的態度也是我很欣賞 他會給你感覺他不認識 他會肯讓你看到他不認識的一面 當你去到某一個位置 你還可以這麼虛心去發問 或者是想一下自己有什麼不好 其實是很難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早安 LC垂 請ams